熱動部推出青年就業期間價位2.0 企業只要新聘用15歲到29歲青年 就業以後進行訓練 熱動部就要補助企業訓練費用 熱動力發電所分加藍分數 就希望企業得到心情 讓青年朋友更多就業機會 因為已經對就業指定的最新影響 熱動部是推出青年就業期間價位2.0 企業只要新雇用後續訓練 15歲至29歲青年 熱動部中的補助企業 每年每月1萬2千元 最等三個月分年費用 然後就完成最高4萬5千元 調館到18千元 這次加碼補助又適逢畢業季 我們希望企業的前進 可以多釋放一些計畫職缺 多給我們年輕人就業的機會 參加青年就業期間價位已經有三年 酒店人主播中完菜雅會標示 參加各位以來 臨用大約有30幾千人 補助可以積極去教育成本 對當出社會無數不經驗 就要青年宋文翔標示 這個各位讓他們盡情 就要向節目上技術和感受領域 申請這計畫大概已經有三年了 然後三年加起來的話 學員大概將近有30位 可以讓企業更節省 這個教育訓練的成本 這個計畫會有一個專門的老師 然後可以指導你 然後教你 然後培訓你 技術上方面的話 其實提升比較快 最好分數長的標示 這齣青年就業期間價位2.0 加碼補助剛好組到比亞貴 希望學校來去壓 可以向分數得到申請 讓需要工作的青年有就業的機會 青年就業期見賬 現在蕭建偉英雄區 蔡文伯德 這齣青年有遊樂隊 就是這齣青年有課 然後這齣青年有學長的 半年會到達獲得 在推幻營造成本 感谢观看